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彼氏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器》点赞、分享和订阅 多谢各位网友先 好了,今节我们谈谈澳洲的事情 近日澳洲一个智库 不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是洛伊研究所 这间也很有名,我们经常有看的 当然有些人对中国的评论不好 但相对来说 算是公运少许 他们的学者亦靠谱很多 不像之前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根本你不知道他什么地方出来 也不算一些很有名的学者 但是就够激 发了一份报告 他们的学者 这份报告就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 模糊边界澳洲华人社区组织 就是为了研究 考察澳洲的 所谓 外国干涉辩论的影响 以及北京 在 澳洲华人社区组织当中的影响 其实 这份报告可以看到 有好有不好的结果 报告就说澳洲国内针对外国干涉的辩论 以及 中澳双方关系的恶化 令到很多澳洲华人和他们的 社区组织 真是惨了 只可以比赛表中心 就像那些王友那样 斗王 记得吗? 张俊杰是吗? 叫什么? 龙腕 斗王 现在是斗比 什么呢? 就是表中 就是糟糕 而 中国就积极地接触澳洲和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社区 这是正常的 也是要有一个桥梁的 是吗? 报告也说 其实 所谓的打击 外国干涉的努力 有好有不好 其实是比较多 因为 这样就发现了 其实很多华人 对于新的外国干涉法 就觉得这样是否等于是猎毛呢? 我觉得是 还有很多人就认为 对于澳洲华人社区的攻击 就是因为这些法律 还有经常有报纸说 统战 渗透 投共 其实很多华人 是 不理这些东西的 正常华人 哪有什么统战 投共这些正常人就是做正常事 当然有些人靠政治银食就不是了 原来 这些 叫做 濫用外国干涉法 还有濫用统战 投共 这些类似的 叫做 躁持 在政治上和口头上 有时也是 在身体动作上 令到 华裔澳洲人感到 被疏远 令到他们觉得 为什么什么都要表态 就像香港那样 是不是一定什么都要有两种颜色呢 是不是不可以当什么都看不到呢 应该说是不是 不可以什么都 不管呢 所以在某些情况上 澳洲华人更加容易 受到澳洲媒体的批评 因为大家觉得 你们就是被统战对象 肯定跟中共有事 很多澳洲华人表示 他们很少和根本没有参加过 华人社区组织 接触都没有接触过 尤其是那些较新的组织 他们往往 跟中国有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 你记住经济关系 并且 被认为不代表更加广泛的 华人的感情 事实上是 新的组织 我不是歧视那些 说普通话的人 但是 始终 早来的华人 都是说广东话 比较多 粤籍的华人比较多 粤籍的 中国人 或者是 来自广东省的中国人 或者 来自广东省中国人的后代 对于一些理解 对于这些普通话文化 当然 广东话也是 中文的种 但是 对于他们的文化理解 大家都有不同 我也觉得是 但是 我们都是中国人 都是唐人 其实这些华社 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促进 在中国的 商业机会 但是 很多人 都没有参加过 2016年开始 就在一系列有关中共 的企业和 一些 和中共有关系的个人 一些 叫做丑闻 丑闻 我觉得有些是制造出来的 震撼了澳洲政坛 一位知名的政客 曾经 被指控 接受一名中国 捐款人的 巨额捐款 就说 就可以 帮中国人 做一些事情 最后 被逼退出议户 其他的政治候选人 亦都因为 和中国的相关组织 有些关系面临媒体的评击 其实 这个也是选举前的 一些 攻击 不过 这个所谓的 外国干涉法 令到很多华人 失望 虽然说 说得好听 为了确保 免受其他国家的干涉 令到我们华人 觉得被边缘化 为什么 就是我们华人 这么惨 是吧 另外澳洲大学 被指责未能引入 监督和问责机制 以确保国际留学生 免受中国言论的监督和 审核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件事 这些事情 大家都知道 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总理的党友 Scott Morrison的党友 曾经 在议会的听证会上 是什么听证会呢 就是对海外 僑民社区的调查 要求我们土生的 华裔澳洲公民 在他面前 谴责中共 这个真是心寒 真是令人心寒 是吧 有些人不知道中共是什么 这些是叫人权吗 这些 其实 都是令澳洲的华人 产生了 巨大的负面影响 同一个调查也看到 澳洲社区的反华情绪 是明显上升的 这个报告说得对 相关的种族主义和 仇视事件 是 伤害了华人 亦都伤害了澳洲的多元化 还有这份报告就说 出于经济原因 澳洲很多比较新的华人组织 是和中国官方 有着 更加多的联系 他们 用中国官方的英文就是 Chinese Party State 即是指中共 党国 哈哈哈 那么 所以一些华人 经常会 被调查 还有 对于 很多人来说 这样 是会 产生 寒蟬效应 华人不敢赞中国一句 连说公道说话都不敢 其实是 现在就是了 我经常说这句话 说一下公道说话 都会被人说你是 熊猫拥抱者 死不死 而且澳洲的媒体 经常圈掩一样东西就是 中共的渗透已经很厉害了 就是通过华人组织 去施加 一些压力 而且 很多华人已经说 被一些白人 同时逼他们 喂 你知不知池藏毒 你知不知池羊毒 嗯 其实他们也不知是什么来的 有时候 什么东特决事态 没有人知道的 土生那些怎么知道你什么僵毒 不过 已经很多人看到 一样的就是 总之 你 华裔基本上就是 很容易受到中共的诱惑 这样说的 就是我引述他们 但是 这份报告也说 如果你这样 有事无事 都会制造到 华人好像很坏的形象 最后 是识得其反 可能 那些华人 是会更加亲近 中共的 他也担心 会 将澳洲的华人 推向中共 或者将来真的有人肯帮中共做事 因为 他们说一句话 你是不是都当我是坏人 是不是都当我是间谍的 是吧 有些人是会这样想的 其实 我们经常说 如果你很激进的话 那就等于将 你们那边的人推向对家 是的 是吧 我们经常说这句 就好像某些颜色的人 如果他很激进的话 我看到你这么瘋的话 我去对家好像比较安全 你什么都说我 又说我是 什么什么收买了 你不如这样说 你这样说我过对家吧 那其实 爱尔兰 克罗地亚 俄罗斯和越南社区 都曾经爆发过 和 他们 来自国家的一些人的政治关系的争议 但是 现在 多元化的澳洲 我就觉得不是很多元化 那么 这份报告说 澳洲华人的经济地位 在这么多族裔当中 算是独占澳洲 对吗 是澳洲第二大的移民团体 其实第一大就是英国 是新西兰 之前是英国 现在是新西兰 澳洲华人的忠诚 是公开受到 一些政客的挑战 所以 这份报告也说 如果你什么都杯弓蛇影 什么都说什么统战 投共 还有 什么都说是受到 外国干涉 令澳洲华人是不舒服的 而且最坏的结果 就是反效果 就是你想 澳洲华人和共产党走远一些 结果他们可能走近一些 因为你也觉得 不忠诚 是吗 没错 报告也提到 澳洲华人的 背景 是多样而且复杂的 相关的 社区组织 早期是以服务性为主 就是为了 为 来到澳洲的华人 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 为他们融入社会 私与援手 这些以服务为主导的组织 很少跟中国的 一些官方人士接触 是倾向于利用自身资源 为华裔社区 提供服务 好像 老人 疗养中心 还有其他社区中心 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新的 组织 看上去 跟中国内地的关系更加密切 所以 令很多政客 找到了藉口 是的 没错 经常说这个组织已经被收买了 经常说这句 所以 现在 真是 很严重 真是很严重 这份报告还重点提到了 澳洲 中国和平统一出众会 并且 就说他们 和中国和中共 是有着明显的 联系 并且推动 他们在台湾 指中共 在台湾和东海南海问题上的 一些议程 其实 他就说这些 亦可能是积极参加 统一战事工作 就是我们所说的统战 但是 亦不是全部组织是这样的 如果 这个当然是他的结论 说这个组织 但是我们不知道 都是引述他们 所以 如果 澳洲政府再经常 濫用 外国干涉法和 媒体经常 统战 投共 北京更加容易 争取到海外华人的 叫做 欢心 因为 这个我引述他 全部都是 就觉得 北京可以为这帮华人送恋 但是 澳洲作为他们 现在居住的国家 就经常当他们是敌人 嗯 所以 他们就觉得 这样不好 反而 将澳洲的 华人推向中共 起码 他们 可能不讨厌中共 或者觉得中共更加友善 这个我引述他 所以 我也觉得 普通华人 尽量少参加政治 真心地说 是吧 普普通通 现在澳洲的气氛不是很对的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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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首先多谢各位 网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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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